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这个杠杠内母刚才已经说了 他摆出来的就是当前模块的名字吧 那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我给你重新再建一个文件 再建一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的话我建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就写一个demo.py 然后在demo.py当中的话 紧接下来我在这里面做什么东西呢 UTF-8 我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我就去打印一下杠杠内母 我去打印这个东西 因为已经说了它是当前的模块名字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我直接执行这个demo 我直接去执行它 然后呢当前是不是就是以demo作为起的文件呀 然后你看一下杠杠内母打印出来的什么东西呢 它打印出来是不是杠杠内母呀 所以这点大家是一定要清楚的 我们之前已经知道 你一个文件创建出来 它就是一个模块的概念 然后呢就习惯性地以为 模块的名字是不是就是文件名呀 但是不一定绝对如此 原因在于如果你把这个模块就作为启动模块的话 那这个模块的名字是谁呢 就是写死的杠杠妹了 那如果我不把它作为启动的话 而是导过来 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我回过头来 我从这里面去导入 import demo 这个demo是不是跟我在这里面呀 我能导过来吧 我一导入了之后的话 那你说当前的 就相当于我现在有两个文件 我在hello当中是不是把这个demo导过来了 导过来之后 在执行到第四行的时候 这个demo里面是必须要去执行啊 对吧 这个demo这里面是必须要去执行啊 demo去执行的话 就会执行到这一步了 所以你这时候呢 再来看一下杠杠内姆 它所对应的 我现在以谁呢 我以hello作为启动文件了啊 不是demo了 我以hello作为启动文件 然后呢 你再来去看一下 打印出来的那个东西 这是刚才这个地方 我把它停掉 你看一下 它打印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是叫做demo啊 所以就是关于这样一点 也就意味着说 你在这个子里面 去使用的杠杠内姆 如果当前模块就是启动模块 那它的名字就是固定的杠杠内姆 如果你这个模块是作为包 被别人导入 它不是启动的话 那我再去打印的时候呢 这个名字呢 就是模块 就是文件名字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 所以直到这一点之后的话 你回过来再来去看这个东西 能不明白这个问题了 当我以这个hello作为启动文件的话 那当前的模块名字 是不是正好是杠杠内姆啊 所以这个条件判断是正确的 能够执行这句话吧 而如果我把这个hello.py 作为一个模块 被别人去使用的时候 它本身不是启动文件了 所以刚才的这个杠杠内姆 所反映出来当前模块的名字 是不是就文件名了 就不再是杠杠内姆了 所以条件不符合 底下这段代码 就不再执行了 是关于这样一点问题 好 这个问题说完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回过来 来去看一下 那刚才那个问题 能够明白吗 那咱们再往下去看一下 那我们就说了 第九行这个东西 反映出来的就是当前的模块名字 那你说我在这个地方 如果给你换掉呢 给你换掉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把杠杠内姆给你换成哪个 给你换成这个杠杠妹 能不能行呢 能不能行啊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 我就把它当作启动文件的时候 那你说这个杠杠内姆 实际上是不是就是底下这个字符犯呀 对吧 一模一样的吧 所以这也是可以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这个东西 我也跟大家去解释过了 就相当于它是以这个当前的 以当前的这个目录 所去存放的 当作根目录 所以呢这一点 我们怎么来去看呢 我们再来去看的话 我就在这个static 在这个静态目录当中 我重新去建一个文件 建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呢 我去建一个html文件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intex.html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去写了 在这里面去写的话 比如说咱们写的是一个he的标题 然后呢 咱们去写一下hello 然后呢pythonglask 咱们给它写到这 写到这之后的话 当前在静态的目录里面 是不是就有一个index 所遵用的html啊 然后呢 我们让这个程序 直接再提供出来 看一下当前 是不是就能够访问着它呢 我再去启动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还是拿谁呢 咱们刚才已经知道 在东端能够启动了 那我直接在这里面 我在这个重新启动一下 我把这个东西重新启动之后呢 回过出来 那如果我此时在这里面 如果想访问静态文件的话 怎么去访问啊 在张国里面怎么访问啊 是不是要去斜线加一个前缀呀 是不是static呀 static放完之后的话 后面再跟上所对应的那个文件名字吧 那刚才呢 就是static我已经创建好了 然后呢 对应的是在这里面有个index 所以呢 我把它直接去执行index 你看一下 hello python plus 实际上是不是已经QO找出来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它自己就会顺着这个模块 去找到对应的这个东西了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那咱们再加一执行操作的时候呢 那我操作什么东西呢 我把上面这个demo给它阻止掉 不是属于当前的东西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改什么东西呢 我再去改的话 那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 给你传名字的时候 我给你传随便一个字符传 能不能行呢 比如说传一个 A B C D E F G 随便传这个东西 肯定不存在的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让程序重新的再去运行 再去运行的时候呢 我为了能够去试分一下 我把index.xml当中呢 我给你换一下 比如说写了个 hello python plus 2 给你换一下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眼 能不能够耍门得到 我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你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也放出来了 对吧 那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在于说 如果你给他传的这个模块名字啊 Flux没有找到的话 那他怎么办呢 Flux自作主张 他认为当前的这个文件 所在的目录 就会是启动目录了 所以就相当于 他如果找不到这个传的东西 他就以当前这个文件 所在的目录 作为根目录 然后呢 以这里面的static 作为这样的进行目录 所以呢 这是这一点 但是我们说 你千万不要这么样的去做 你尽量的显示的去指明 刚刚的内容 否则你传的这么一个 没意义的这样值 或者给他留一个空的话 对于看代码的人 不太友好 所以就说了 在去写代码的时候 不仅仅要把功能能完善 还要去尽量方便别人 去维护你的代码 所以呢 还要去使用上面的东西 那有同学可能就测了 有同学在去测的话 可能写什么东西呢 写ABC的 然后把这写ABC 写ABC写完成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再回过头来 让我的程序呢 重新启动一下 你再来看一眼 敲 看一下 抛什么东西 Not found吧 没找到了 没找到的话 那我们以为ABC 应该是一个 普通的随便的字符串法 但是你现在要清楚知道 ABC可不是你简单的 理解的普通的字符串 在Python当中的标准库里面 就有一个模块 就叫做ABC 所以就相当于 大家在去测的时候的话 一定不要随意去使ABC 我把ABC传过来了吧 传过来之后的话 那Python的这个符串法里面 恰好就找到呢 那个ABC的模块了 所以呢 他就以ABC的那个模块 所存在的目录 作为一个目录了 那你他那里面 在几个是不是肯定 没在那个目录里去做呀 所以他就找不到了 所以这点是一定要清楚的 ABC可不是随机的通算 随意能测的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我们要跟大家说明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 说明完了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 咱们再来去看一个东西 看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再来去看的东西呢 就关于是Blast当中 除了能够传这个杠杠内部之外 还能够去传哪些参数 在这一点 我们给大家实际上是两个资料 一个资料是我给大家这个Word文档 还有一个资料呢 就是这个Blast这样的一个 Wive这个网页的课件 那大家去看的时候呢 尽量结合着这两个 这个东西来去看 有些课件当中的话 可能没有去写 但是我给你放到了这个Word文档当中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说呢 就是关于它的初始化的 这个参数问题了 也就是说 它所能够去接收的参数 常用的 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个导包的路径 这个Import的内部呢 是我们所说的导包路径 这个就是导入路径 导入路径的意思就是说是寻找 寻找这个静态文件与模板 寻找静态目录与模板 目录 目录位置的参数 这就是这个ImportName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第一个参数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这个参数之外 还能够去接收哪些参数呢 还能够接收的参数 这个StaticURLPass 那你看名字是不是也能猜出来啊 它代表什么东西呢 访问静态文件的那个路径吧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把它改写一下 我再给你传参数 传什么参数呢 就叫做Static StaticURLPass 这个东西的话 所代表的就是一个访问的 网址的那个路径了 比如说我给你加什么东西呢 我给你加上这样的一个斜线Python 我给你加这样一个Python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数字给你写一下 访问静态资源的URL前缀 我们所说的访问静态资源的URL前缀指的 这个东西可不 就是相当于我们在一开始 刚刚访问静态资源的这个Static 这个在路径里面写的Static 可不是直接跟这个Static目录笔上的 而是跟哪个东西呢 是跟这个参数笔上的 所以我一旦把这个参数改掉之后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最终在去运行的时候 如果说回过头来还想要去访问这个静态资源的话 那这个路径这个目录还是放到这儿 但是网址的话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要换掉了 对吧 不就换成Python了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换成Python之后 是不是就换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这个参数 它所并的意思都在 只不过是说它的默认值是谁呢 默认值是Static 默认值是Static 这是归人的这个参数 那我把它给你换掉 给你换回去 我给你放到这儿 放到Python 然后接下来你再来看一下 那除了这参数 还有什么参数呢 还有的就是对于在Jungle当中 你所能够去指明的了 你比如说 如果你想自己去指明它的静态文件目录和模板目录的话 怎么去指明呢 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Static Holder 通过这个东西来去指明 那你再去指明的话 这个地方Static Holder呢 也仅仅指明那个目录的名字就可以了 它还是会认为是以当前的这个文件所在的这个目录为这个根目录 那你在这里面如果去指明的是一个绝对路径的话 那它就是以你那个东西作为参考了 那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就是以相对路径 我直接就去写Static 那它easy的就相当于 它是以当前模块所正在的目录里面的Static 作为静态目录 它默认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通过这方式来去改写一下 这是静态文件的目录 默认就是Static 那除了这个东西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参数 就是说Template Holder 它去专门去指明这样的一个模板目录 Template 这是模板 文件的目录 默认是Template 我带着你们相当于没有改一下 但是我说要给大家去提出来 有这两个参数的存在 如果你想去改变的话 需要调整这两个参数 来进行调整 这两个参数